赚钱百分百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在今天为朋友们带来的赚钱百分百 这也是在今年2023年 我们第一次赚钱百分百的单元 和肖玉祥小贤一块进行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收听 肖仙早 早每天早大家早 欢迎参加一年之际在于在于春 那么现在也算是一年的刚刚开始 所以这之际的话 我们就我们就既然要讲钱 那铜壳子很重要 没钱是有钱不一定是万事都好 但是没钱是铁定万万不行的 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 肖仙来和我们大家来谈一谈 我们在今年关于在市场方面 还有固定式资产回收方面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好吗 好的 股票市场它是这个很难预测的 美国段时间就会来突袭你一次 在这个过去里面 07、09年来过一次金融海啸 然后中间又来个COVID-19 然后接着这个最近这个过去一年 2020年又是一次的这个费市场 基本上大概每过10年到12年市场就被攻击 只是一个常态 那么根据统计的数字呢 大概平均在每10年里面 大概会有两年到三年是不好 就7年和8年是好的 所以呢投资股市久的人 其实对市场的起伏应该要习惯 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没有一个市场是永远去往上走的 那么因此呢在过去一年 可能有些人在投资市场 尤其是股市和Mutual Fund 这些方面会有一些损失 不过这个是一个常态 没有什么这个太多可以去worry或者去讲 所以我今天不去讲股市 我今天讲一下这个固定资产 和这个一些固定回收的东西 OK 因为相对来讲 当这个利息高的时候 也就是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 通常股市是不好的 OK 但是股市的不好呢 它也是有个规律 它不会永远不好 一般来讲 不好的时间 大约在14个月到18个月之间 它就会结束 OK 所以现在股市已经不好了 大约一连了 那么后面再往下走的 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按照这个规律来讲 当然我们并没有预测 为了能力 也不想再预测 什么时候会涨 什么时候会点 没这个能力 但是股市的起伏是常态 所以作为投资市场 必须要去习惯它 那我今天就要讲的是 在利息高的时候 股市不好 其实你就相对来讲 在债势就会有一些机会 在过去一年里面 其实投资股票和投资债券是双杀 OK 债券市场 由于利息上升 利息这个Felder rate 从0到0.25一直升到现在的4.375 就4.25到4.5之间 足足涨了这个4个percent 就是16次 OK 16个quad 这个是在一年里面涨成 这是蛮巨大的一个成长 投资债券 你知道债券的价格 是跟利率走反方向的 因此当债券这么美丽的上升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就是美丽的下滑 OK 举个例子来讲 你在一年前 你买了一个十年的债券 那时候利息可能是2% OK 但是呢 经过了一年以后 利息现在涨到5% OK 你那张2个percent的债券 还有9年 OK 人家在市场上 可以买到5%的回收东西 你如果要把你那张债券脱手 别人足足要loss3% per year for 9 years 你要loss27% 哇 好可怕 OK 因此你那张债券如果要脱手的话 你不想等到时间 想脱手的话 你必须要折价27% OK 这是我用限制来算 当然它用future value 会有一些discount 不过 在过去一年 长期的债券 也掉了20几个percent 大约23个percent 中期的债券 大约掉了17-18个percent 短期债券就掉了差不多10个percent左右 因此 债券投资 它基本上也是有风险的 OK 除非你持有这张债券 从头到尾都不变卖 比如说你是2%买10年 你就一直熬到10年后 再把它变卖 那到了10年后 本金会还给你 我讲的是国债或者是不会倒的 这个公司债券 那你每一年就拿2% 但是paper value 在中间 这个第八第九年 如果利息是上升的时候 这个债券的价格是下跌的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利息 就对投资债券的第一个观念 那一般人因为老实嘛 老百姓对金融市场不太有研究 认为说投资大概就只有几条路 要么出银行 要么买一张CD 要么就是401K买一点 那个公司指定的那些 mutual fund或者ETF 那么或者 我来拿一个保险A群 让你买一个什么 买一个什么 life insurance 买一个什么annuality 或者买一个whole life wiver 但是其实投资市场 它提供很多机会 这是一般人不懂 我今天就讲一遍 这个债券和这个固定回收 基本上 债券市场它的种类很多的 你可以买政府的债券 你可以买联邦政委 你可以买地方政府的债券 还有一些免税的这个优惠 你可以买公司债券 你可以买跟着通货膨胀 一起起伏的这个 这个债券像iBond 像KID 你还可以买一些保险公司的 fix固定回收的这个CD 你也可以去买一些 国外政府的债券 你可以买一些国外公司的债券 你还可以去买一些 这个不是A class 是B plus的这个 这个Junk bond OK 你可以去买一些公司的 prefer stock 就是比优先股 在那在优先位置 然后给你固定回收的一些 这个prefer stock 它也是提供你一个固定回收的 所以其实这个固定回收的这个选择 是非常非常多的 OK 并不是只有纯银行 还买CD这两件事情 OK 那但是我刚刚讲了 债券的总类很多 债券的价格 它本身是跟着利率走反方向的 因此 当你在利率很低的时候 你锁进一个长期债券 对你是很不利的 因为你锁进的利率很低 那么利率上升的几率就高 因此你是长期债券 在这长期之中 如果你要中间要脱手的时候 如果利率上升 债券的价格要脱手 就要discount OK 那反过来说 当利率在高点 比如说现在的Fedalist是4.375 据说在下面三个元 可能会升到5.1 OK 你在一个高利率锁进去的时候 比如说你锁进一个 5个percent的这个长期的债券 OK 你除了可以拿着5个percent的 比如说买个10年的 5个percent的利息 每一年之外 万一第二年第三年 如果利息掉到了3 OK 你的那张债券 比别人的 到市场去买这样 每一年多了2% 如果还有9年2%这个就会涨18% OK 所以你除了会拿到你的5个percent的利息 会有价格的差别 进入一个secondary market去 这个把它买 OK 所以你除了赚5% 你还可以赚18%的价差 你可以赚23% OK 所以 债券市场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提供除了有利息 还有价差的这个市场 如果你进入secondary market OK 如果你在IP 或者在第一级的市场 直接跟政府买 买了以后 你只是hold了这张债券 永远不卖 那当然 中间的价格起伏 你不管它 你买3年 你就等3年 你买5年 你买4年 你就等4年 那你就不断的get 它的这个coupon rate 比如说你13%买 就一直拿3 到期把本钱拿回来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钱有流通性 同时你也懂得 如果债券是什么操作 你在高利率的时候 锁进了一个债券市场 当利息往下掉以后 那么你除了赚利息 你还会赚到债券价格的上升的价差 OK 这是组织债券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OK 那么 在这么多的这些 这种选择之外 基本上每一种东西都有不同的风险 和不同的return 和不同的这个操作的手法 和它的channel去买卖 那么一般来讲 政府债券和地方债券 通常是比较safe的 也就是它的风险低 它的rating高 OK 再来就是公司财务报表很干净 然后有很好的这个 这个营收 有很好的earning 有很好的信誉 多年的成立 有很好的产品 比如说 你买的公司是 美国的500大的 这个solid公司 他们 假定说 它的债务的比例是很低的 然后它 有这个上百年 像可口可乐 或者是像这个 这个一些大的公司 OK 我不想讲很多例子 在上面 随便乱模仿 OK 我 基本上 我不太喜欢提名 就是怕别人 这个 没有经过研究 去做了一个错误的投资 基本上 美国的这个公司的债券 它有rating的 OK 所谓的rating 就是有一个第三者 去根据公司财务 给它一个评级 根据它的债务 根据它的营收 根据它的管理 根据它过去的历史 和它付账务的记录 给它一个rating OK 那么如果是三个A的 这些公司 基本上 它们的债性是很好的 那你买一些重载器 在那里是没有太大的风险 当然 一般来讲 美国政府的国债 是最safe的 OK 那么 因此 你现在选择这些 除了刚才讲的 这个原则之外 还要去比较它的利率 回收之外 要注意到就是它的债性 就是它的financial rating OK 别拿了高利息 然后那公司垮了 结果你血本五归 没有用 OK 但是呢 如果美国政府的债券都垮了 那其他的就不用讲了 OK 所以 虽然美国的债务 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非常高 有31兆 OK 所以 在去年 大概有三次 两次到三次 这个 这个财政部长叶林说 美国政府的这个 长期债券 有liquidation的problem 就是有流通性的问题 就是说 有一些人开始怀疑 美国的债券 不愿意去买 OK 有一些政府 在美国政府 非常没有信心 有一些 像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包括 去年 苏联 中国 日本 欧洲 是在 卖美国债券的 OK 原因很多 我们现在不要 不要 插题 讲到那边去 但是当很多人去卖 政府的债券的时候 政府的 债券的价格 就会下跌 债券的利息 就会上升 OK 必须要 增加利率 才吸引新的投资人 OK 所以当 利息上升的时候 除了联邦政府的 这个 去调整的工具 利用发钞票 和发行债券之外 在市场上的 主要的买方 如果他们抛售 或者买进 都会影响利率的 利率 还有一个市场的力量 OK 所以 除了考虑 债券 考虑利息 当然要考虑到 这个国际的形势 和大家对债券的 买卖的这个胃口 OK 换句话说 影响利率的 不只是联邦政府 还有一个市场的 一只无形的手 市场的无形的手 就是供需的手 OK 买了人多 价格上升 利率下降 卖了人多 价格下降 利率上升 这是第三个 你必须要去懂得的 OK 那么 因此呢 对一般的老百姓 当然还是政府的债券 或者地方政府 不过地方政府 也要选择 美国也有地方政府 这个bank club 知道OK 曾经有地方政府 这个没有钱 这个发薪水 把消防队都 都交到 OK 但是 这个是比较少数的 例子 特例 你还是买 这些大城市 应该是没有事的 那么 另外就是 要买 三个A的 Triple A的 这些公司 这也是比较safe的 那除了之外呢 你也可以买 一个 一个螺筐的 这个 债券 比较safe diverse 你买一个 ETF 它可能里面有 200个债券 OK 不同的component 所以它非常safe 你可以买一个 有很好的 管理生育 很好管理工程的 Mutual Fund 一个债券的房 OK 有一个专门 去帮你去挑选 OK 当然 买Mutual Fund 要付个费用 买ETF 也是有个费用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去做research 交给专门的人去弄 ETF和Mutual Fund的 不同 就是Mutual Fund 它是一个 active management 就是常常一直在变换 它里面的component ETF 它是一个固定的 这个component 比较没有 active management 但是ETF的管理费 会比较低 OK 因此除了去买 个别的一张的债券 或者个别的一张公司 债券或者政府 你可以买一个 ETF的 一篮子的债券 或者买一个Mutual Fund 但是ETF和Mutual Fund 它们的走势 基本上就是跟着利率 走反方向 就利率下降 它往上升 利率上升 它往下降 OK 不像一张单独的债券 反正你自己持有 你可以等 如果跌了 你就不卖 等到到期的时候 你把它出手掉 ETF 它们一直active在换的时候 所以它是一定会随着利率的上升下降 价格变动 OK 那么因此它就有 价格的上和下的价差的风险 不像你买一张债券 你如果抱着不放 反正到期 你把它本金拿回来 就会有价格的损失 OK 那第三个 你有一个 还有一个通路 就是除了政府和公司 你可以去买一些 保险公司出的fixed annuling 就是固定回收的 像CD一样 保险公司的fixed 现在它们通常都会比CD 或者比政府的利息高 因为它的financial rating 可能没有这么好 OK 但是它每一个 每一个continent都有25万的 这个政府的保险 OK 所以在25万里面 基本上你还是safe的 那目前像有一些这种fixed return 它会比CD高 比如说它三年的rate 现在可能是5%以上 然后它五年的5.5% 那么它就会比你去买CD 或者去买政府债券的 这个return会高一些 OK 然后你放在里面 没有拿出来以前 也不用交利息 也不用保税 它是一个tax deferred program OK 这是 所以fixed annuity 或者fixed return的这种东西 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的另外一个像CD一样的回收的东西 它基本上有政府的保证 尤其你买个三个A公司 基本上是风险不大的 没有什么风险 OK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考虑买一个叫做fixed index 它基本上就是用的钱去买政府的债券 然后拿债券所生的利息去投入一个股票市场 因为它每次只投用利息投入股票市场 所以它最多就是某一年把你的利息输掉 它的本金永远不会少 OK 所以它是保本的program 最坏的情况就是今天你不赚钱 可它会随着股市往上升往上降 那它平均的return 可能会在五六个percent到十个percent之间 看你在什么时候进入市场 当利息很高的时候进入市场 它可能会有10%的return 当利息低的时候进入市场 你可能会有5%的return OK 那么利息高的时候都是进入这些固定回收 不管是CD 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 公司债券 fix annuity或fix in的好时机 因为当利息高的时候 你锁进了一个长期的利率 你就可以享用这个高利率 作为一个收租的人 收利息的人 投资市场它是很灵活变化的 当股票市场大涨的时候 你应该是要卖 当股票市场暴跌的时候 可能是你进入市场买进的时机 当利率非常高的时候 应该是你锁进 作为把钱借出去的时候 反过来 然后当利息非常低的时候 反过来 你是应该要去跟别人借钱 去把你的 这个loan的 这个amount增加 然后把他的这个成本降低 所以 投资市场 它是灵活变化了 随着不同的triming 是有不同的策略 OK 因此 在目前 利息在逐步上升的时候 在一个好的点 其实就是你进入固定回收的好机会 不管你是绑进 长期的政府债券 或者是 这个公司债券 或者是 这个 Fix Inunity 或者Fix Index Inunity 或者是 这个CD 固定回收的原因 在利息高的时候 就是你的机会 OK 当然 在你的财务的portfolio里面 你不能把所有的原因 都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你的钱可能分 高风险 中风险 和低风险 三个种类 在低风险这个比例里面 你就可以考虑 放入这些东西 那么对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退休人来讲 一般来讲 你有60%到70%的钱 应该是放入低风险 你只有30% 4% 近在高风险或中风险 而这个6-70%的低风险 就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机 放入我刚刚所讲的 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 AAA公司的这个债券 或者是preferred stock 或者是fixed annuity 或者是fixed index annuity 或者是这个CD OK 那这些东西呢 你除了要考虑你的风险 比例之外 另外就是它的时间期程 你要把它也做到实际 你可能有短期的债券 有中期的 有长期的债券 当高利息的时候 你可以把长期的利益 的比例稍微调高 但是也不要影响到 你的liquidation 你的流动性 OK 时间差不多 我就讲到这里 OK 但是 我已经忘了时间了 但是要注意到 除了回收之外 要注意风险 也就是要注意它的 financial waiting 好不好 好的 好 所以朋友们 在今天 欲罢不能 我已经忘了时间了 如果肖仙不提醒的话 咱们就继续讲下去 假装我不知道 再次的谢谢肖仙 在今天为大家做的 生僻的分析 那么在 今年的 这个财务的规划 怎么样子做一个 能够保护你自己 和家庭财务 在市场上下起伏 这个动荡不安的情形下 你还能够保有 你的资产 不要缩水 或者不要缩水太多 最好还能够上涨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 达到这样子的目标 重点呢 刚才肖仙为大家 做了一个分析 那有任何的 个人不同的 这个层面的探讨 请直接和 肖明翔肖仙联系 7139883888 再次的谢谢肖仙 参加今天的节目 肖仙 多谢多谢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